OK弟兄姐妹平安 OK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本书是出埃及记 OK Exo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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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出埃及记 32章的第九节 我们先看一下 在32章的第九节 昨天我们所讲到的东西里面 我们讲到了就是因为摩西迟迟没有下山 然后所以呢 这个大祭司亚伦 Aaron在他的带领之下呢 然后他就把这些老百姓的这些金首饰都收来了 然后用这些金子呢 就注了一只牛肚 OK用这个牛肚就做成了一个偶像 他们就来拜老百姓就来拜这个牛肚了 他们就变成认为是说已经忘记了 这个摩西还留在这个山上 不管摩西在山上怎么回事了 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他们把这个金牛肚呢 就当成一个神来献祭 而且来拜 好我们再来看32章的第九节 I have seen these people The Lord said to Moses 好这段话是上帝跟摩西说的话 I have seen these people 那表示所有当摩西在山上的发生的这些事情 山下所发生这些老百姓的作为的话 其实上帝耶和华神都在观察之中 所以他说I have seen 我一直在看着这些人的 那他们是上帝对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呢 And they are a stiff-necked people OK Stiff-necked Stiff-necked Neck是我们的脖子 Stiff是这个很僵硬的意思 很僵直的意思 脖子很僵直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这些人是非常顽固 顽名不化的 Stiff-necked people OK 这些人呢都是非常顽固的老百姓 OK 好 那么下面呢 上帝就接着说了 Now let me alone So that my anger may burn against them And that I may destroy them OK 上帝看了他们这样的情况 只是因为摩西只是没有下山 然后他们也明白 摩西在山上是在跟耶和华神讲话 可是他们现在居然很快的在山下 自己就开始用黄金铸造 做了一个金牛堵了 这个是让上帝 耶和华神非常愤怒的原因 所以第十节上帝说 Now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这是一个很好的句子 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可以用到这个说法 Leave me alone 意思就是说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OK 你们离开 OK 不要在我旁边 这个叫Leave me alone 意思就是说 先不要管我 这个通常讲这个话的人 要么他要尊心做他的事情 要么就是他极度的 非常的愤怒了 这个情况呢 上帝这个时候是非常愤怒的 Let me alone So that my anger may burn against them 不然的话 我这个我的愤怒是烈怒 他这个是非常生气的 我的愤怒会怎么样 向着他们 对着他们来去燃烧 OK 所以就是这个怒气 要对着这些群众来发怒了 已经非常非常生气了 And that I may destroy them 我也有可能会把他们都给灭了 Destroy 是把他们整个灭绝了 所以可以这里就明白到 上帝的震怒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Then I'll make you into a great nation 当然上帝还是很清楚的 因为在山上的时候 他交代了摩西很多事情 摩西是他忠心的仆人 所以呢 上帝说 Then I'll make you into a great nation 我会让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 You into a great nation 是指一个大国 好 我们再看 十一节 但是Moses 这个时候摩西怎么做呢 摩西真的是上帝一个很好的仆人 摩西这个时候就寻求跟上帝求情 他说 But Moses saw the favor of the Lord with his God 他这个时候呢 Sought 我们是seek的这个过去诗 Sought S-O-U-G-H-T Sought the favor 意思他就寻求上帝 OK 寻求上帝的原谅 他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宠爱 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来跟上帝讲话 所以呢 他怎么说呢 他说 O Lord 我的主啊 He said Why should you anger burn against your people OK 所以他在慢慢的在提醒 在讨好上帝 他说 为什么让你的 你的anger anger是你的怒气 你这么生气 这么生气 为什么要让你的怒气 来对着你的老百姓 去去猛烈的燃烧 为什么要去发这些怒气 对着你的老百姓来发怒气呢 Burn against Against有一个方向性 对着你的老百姓 Against your people 让你的这些老百姓们 对着他们来发怒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然后这些老百姓是谁呢 他就用这个缓和的言语 来提醒上帝 Your people 后面 注意这个寿格 他用的是 Whom OK 一个寿格 Whom 这些老百姓是谁呢 You brought out You brought out of Egypt With great power And a mighty hand 这些人啊 提醒你啊 这些人就是你从埃及带出来的 这些你从埃及带出来 用什么带出来的 Great power and a mighty hand 用你的大能力啊 用你的这个伟大能力 还有你的全能的这个双手 你把他们这样子带出来的 不要忘记啊 他是你的老百姓 他是你的人民啊 不要对他们这样生气啊 这个时候就是摩西很温和的在劝这个上帝 耶和华神 所以他说 Why should the Egyptians say OK 为什么这些埃及人会这样议论说 他就把埃及人当时造谣 OK 说的一些话讲出来 当时呢 埃及人为了要不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所以呢 当时就劝这些跟这些以色列人这样说 哎呀 如果你们跟着你们的耶和华神离开埃及去的话 会有很不好的下场 他们是这样说的 It was with evil intent OK Evil intent 这个intent指的是企图心 企图心 Evil intent是非常邪恶的企图心 这个里面啊 一定是有非常不好的意思 很邪恶的意思 要你们怎么办呢 That he brought them out 把你们带出埃及 这是完全是基于邪恶的企图心 有邪恶的意图在 要做什么呢 To kill them in the mountains And to wipe them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意思就是说 要把你们 把这些犹太人都在山上 把他们就给杀掉了 因为把他们带出埃及 一定会经过那些高山的地形啊 就准备在山上把他们给做掉了 还有呢 Wipe them off Wipe them off是把他们给抹掉了 意思就是把他们给灭掉了 在地表上整个给灭掉 The face of the earth 在地表上 他们就整个给灭 除灭了 灭除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哈 接下来呢 还是继续啊 这个 他引述了这一段 是当时 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 这个埃及人 说的话 造的谣 那么接下来呢 摩西亲自就再劝 这个耶和华神 他说 Turn from your fierce anger OK 这个anger是我们的怒气 我们的生气的时候 那fears anger 指的是暴怒 不是普通的anger 不是普通的怒气 而是暴怒 OK 暴烈的这种怒气 叫fear's anger 就是最高级了 很大很大的怒气 Turn from 所以他在劝一个华神说 哎呀你回转吧 回转心意啊 从你的这个暴怒的这种 这种情绪里面走出来 不要这么暴怒啊 Reland 这个Reland这个字 我们在中文圣经版上 是说后悔啊 Reland这个字 比较好的说法是说 他退一步 他劝这个 耶和华神说 你让一步吧 你退一步 还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 让你变得比较宽容一点 你宽容一些吧 或者是说 你有点 可怜他们吧 同情他们吧 可怜这些犹太人吧 Reland And do not bring disasters on your people Bring disasters 是把那些 这样灾祸 Disaster 指的是大的灾祸 可怕的灾祸 不要把这些大的灾祸 带来 带到你的老百姓的身上 on your people 我们注意 用一个on OK 所以他就在那里 却一个华神说 哎呀不要这样吧 不要暴怒啊 你回转你的心意 你就退一步吧 退让一点吧 好我们看十三节 十三节 Remember your servants OK 后面讲的 Remember your servants 你要纪念啊 求你记得 你记不记得 你的这些忠实的仆人们 有哪些仆人呢 Abraham 我们的亚伯拉罕 Isaac OK OK Isaac 还有我们的 Israel Israel Israel是以色列 我们这些都是你忠实的仆人 你要记得你这些仆人们 To whom you swore by your own self 对他们 你曾经对着他们 对这些忠实的仆人 你对他们 把你自己摆上 指着自己有发过誓的 你对他们有发过誓的 你这样说的 I will make your descendants As numerous as 我会让你的后裔 让你的后代们 他说过 对亚伯拉罕 对这些人都说过 那让他们的后代怎么样 Descendants 让你们的后代 As numerous as 像什么一样多 像什么呢 后面我们讲 The stars in the sky 像天上星星那么多 你的后裔 会像天上星星那么多 And I will give you Your descendants 我会给你所有的后裔们 给他们什么呢 All this land 我会把这块地 这块地就是 我已经应许他们 我答应他们的地 All this land I promised them 这一块 我已经应许他们的地 我会给你的后代 给你的后裔的 And it will be their inheritance forever 它就会成为他们 继承 Inheritance 是指继承的东西 继承的产业 也好 OK Well be their inheritance 他们可以因此而 继承这个产业 是怎么样的情况 是forever 他们可以永远永远地 继承这些产业 Inheritance OK 好 那他说了这些好听的话 这些求告神的话 以后呢 Then the Lord relented OK 神就怎么样 神就让一步了 OK 我觉得后悔好像 不太好吧 Anyway 中文的圣经版 翻译成这样 意思就是说 神就退了一步 神呢 神就有了怜悯心 就宽厚起来 OK 就对 就不再做得那么决绝 So relented and did not bring on his people the disaster he had threatened Threatened 是威胁 OK 他所说的 他曾经 威胁过的 他说 威胁过要给的那些灾祸 他现在就不把那些灾祸 降给他们了 好 15节 Moses turned and went down the mountain 所以摩西看 哦 上帝的脾气 怎么样 耶和华的神的脾气 消下来了 好 他赶快转身 就下山 下山准备 要去整治这些老百姓了 with the two tablets of the testimony 记得吗 有两块大石板 这是他的两块大法板 上面都是上帝交代的 这些字 这些字句 in his hands 他把这两块大石板 拿在他的手上 there were inscribed inscribed是写 或者是我们 古时候的人喜欢 在石头上面提字 有没有 或在画上面提字 我们都叫inscribe 在什么上面 刻字 也是叫inscribe OK 所以这两块大石板上面 就刻了 两面都刻 注意 both sides 他的正反面 两面都刻了字 OK 都有字 都是神的字 front and back 前面跟后面 OK so two sides 指的是 from and back 前面跟后面 都是写了字了 好 16节 the tablets were the work of God 这个字呢 是谁写的 是神写的 work of God 指的是神写的字 the writing was the writing of God 再跟你讲一次 这个字击呀 写的字击 是谁的字击 是神的字击 OK engraved on the tablets 而是这个字 是刻在那个石板上的 刻在那个石板上的 engraved 把什么东西刻下去 挖个深的痕迹下去 在这个石板上 清清楚楚显现出来 那就叫做engraved OK 有时候我们买一支钢笔 送给朋友 上面刻一下 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写个 永结同心 永在 什么这样子 这个叫刻字 对吧 刻字 这个就是engraved OK 好 所以在这个石板上面 tablet上面呢 是有刻这些上帝写的字的 17节 when Joshua heard the noise of the people shouting 哇 这个时候 约书亚就听到了 听到什么东西 听到那些老百姓 在那里大声的呼喊 the noise 是非常吵杂的声音 一个人叫 不算很大声 一百个 一千个人 同时在那叫的时候 非常吵杂 the noise of the people shouting 在大声叫 He said to Moses 他就跟摩西讲了 There is the sound of war in the camp 因为约书亚搞不清楚 这个声音是咋回事 所以他就说 这可能是战争的声音 是不是我们的camp 我们的会幕里面 营里面 营地里面 打起来了 有战争 是不是有敌人来打 所以他这样猜想 Moses replied 摩西就回答了 It is not the sound of victory Victory 这个字非常重要 打胜仗 胜利 我们叫 Victory Victory It's not the sound of defeat Defeat是打败 OK 不是打胜 也不是打败 OK 这个声音 不是打仗 你放心好了 不是打胜了 也不是打败 那是什么声音 It is the sound of singing that I hear 这个我听起来 I hear 就是在我的耳朵里 听起来 OK 它很自然的 进入我的听觉 我听起来觉得就是 sound of singing 就是他们在唱歌的声音 OK sound of singing When Moses approached the camp 当他下了山 要靠近那个营地的时候 the camp saw the calf and the dancing 天哪 他就看到了这个金牛肚 记得吗 那个calf calf 那个l是不发音的 calf 看到这个金牛肚的象 然后看到the dancing 看到他们在那里跳 哇 马上就怒火中烧 非常生气 his anger 里面有生气怒气 bird 马上就烧起来了 所以英文跟我们中文的 这个对于事情的形容 是差不多的 人生气的时候 就是像一把火烧起来 怒火中烧 his anger burned and he threw the tablets out of his hands 他就把手上拿着 两块珍贵的 有上帝自己的这个石板 就从他手上掉落下来 就摔下来了 OK breaking them breaking them to pieces 把他们摔成一块 一块的碎块了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就在山脚下 他刚下了山 看到这些情况 他简直是怒火中烧 没有办法再忍耐了 所以呢 这两块大石板 就摔在地上 摔成一片一片的碎片 就在山脚下 把他摔碎了 and he took the calf they had made and burned it in the fire 然后呢 他把这只金牛肚 记得吗 他们做了一只 是用他们的什么耳环啊 把所有的金氏收来 所烧炼成的这个金牛肚 把他们所做的这个 burn it 把他拿去烧了 把这个金牛肚拿去烧了 in the fire 在火里面大烧 then he ground it to powder OK 然后他又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磨成粉碎 powder ground 是grind的过去式 grind grind grind是就是磨 把什么东西磨碎 比如说 这个驴子 磨麦子 这个就是ground OK 就是这个grind 或者是ground OK so grind it to powder 把这东西磨成粉 OK 太愤怒了 OK 怎么可以留着这个金牛肚 所以他用火烧了 烧完之后呢 就马上磨得粉碎 scatter it 把这个粉末撒在什么上面 scatter it on the water 把它撒在水面上 and made the Israelites drink it 然后叫什么 mad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叫什么人做什么事情 让他们做这个事情 made the Israelites 让这些以色列人 把这些水上面 有粉末的这些东西 全给喝了 喝到肚子里去 好 21节 he said to Aaron 这时候他就质问这个亚伦了 Karen 你是个大祭司 你这么重要的人 怎么做这种蠢事呢 what did these people do to you 这些老百姓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然后让你做这些事情 以至于你做后面的事情 that you let them into such great scene 然后让你领着他们 做了如此大的 陷在这样大的罪里面 把他们引导导向如此重大的罪行里面 great scene 到底他们对你做什么 让你能够引着他们 带着他们 领着他们去做这么大的罪行呢 22节 do not be angry 这时候亚伦就说话了 他说be not be angry my lord 毕竟在职份上面 职位上来讲 亚伦虽然是大祭司 但他还是在摩西之下的 摩西是亲自上山去跟跟神 耶和华神亲自对话 对吧 他就求他了 哎呀我的主啊 你不要生气啊 do not be angry Aaron asked answered 亚伦就就回答了 you know how poor these people are to evil 哎呀他就把一切的事情 推到老百姓的身上去了 你知道这些人是多么 how ok注意这个地方有个poor 如此这般的poor porn 他们是如此这般的倾向于什么 倾向于 ok these people are to evil 他们是如此的倾向于这些作恶 ok 他们 他们完全倒向恶的一面 我也没有办法呀 ok 这就是亚伦的说辞 ok 他把这些事情都推到老百姓的身上去了 好 23节 they say to me 他们这样跟我说的 make us gods who will go before us 把我们做个做一些神像吧 ok 他们本来的意图还要做好几个金牛赌 是吧 ok will go before us 让这些神像在我们前面来引导我们 我们来引路 as for this fellow Moses 至于有关于我们前面讲过 as for 至于这个 这个叫摩西的这个家伙 ok fellow Moses 这个完全不尊重的 who brought us up out of Egypt 把我们带出埃及的这个家伙摩西亚 we don't know what has happened to him 我们不知道到底他造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事情 也许他在山上给神给打死了 我们不知道他我们不管他了 我们准备就是自己做自己的神 然后你给我们造个神吧 就是这样 24节 so I told them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了 whoever has any gold jewelry 因为他们来找我 他们要我这样做 我也没办法 ok take it to the people 他说 所以呢我就叫他们说 谁有带任何金饰的 jewelry 是所有的首饰 gold jewelry take it off 把那些金饰拿下来 粘下来 then they gave me the gold 他们就给了我金子了 and I threw that into the fire 我就把这些金子全部丢到火里面去 and out came this calf all came 这个是came out 但是把out放在前面 这是一个导装的方法来用 就是比较加重这个口气 那哇 一做出来呢 就做出来这个金牛肚了 我就把这些首饰都丢到火里面 把金子融了 最后呢 就做出来一个大金牛肚了 就这样做出来的 all came this calf 好 摩西怎么说 摩西 Moses saw that the people were running wild OK running wild 是什么样 running是跑来跑去 wild是什么 很野的 去控制 and so become a laughing stock laughing stock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很好的字 laughing 你一看 前面是laugh l-a-u-g-h laughing stock 那就跟笑是有关系的 这个是嘲笑的笑柄 人家嘲笑你 可以嘲笑你的事情 叫笑柄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笑柄 to their enemies 就变成他们敌人的笑柄 啊 OK 所以这些老百姓 以色列的百姓 就变成仇敌的这些笑柄 26节 so he stood at the rent to the camp 所以他就站在整个 我们这个营地的门口 OK 这个会幕大门口 他就站在那里 所以摩西就说了一句话 whoever 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is for the lord 你们任何人是属耶和华的 啊 现在要选边站了啊 你们任何一个人是属耶和华的 come to me 到我这里来 如果你不想属耶和华的 你你不要来 OK 好 凡是想要属耶和华的 就到我这里来 好 and all the Levi's 注意这是Levi's Levi's是指立位的子孙 我们叫Levi's Levi's 所有的立位人 就站到他这边来了 他们选边站 立位人很听话 马上就通通 这个地方 rally to him rally是什么意思 是聚集 比如说我们部队 要准备开拔了 大家召集一下 把部队全部聚集好 这个叫rally OK 所以所有的立位人 全部都选好了选边站 就站在摩西这一边 因为他们选择耶和华神 so rally to him 就通通站到他这边来了 好 另一位人都站出来以后呢 then he said to them 这时候摩西就跟他们讲 this is what the Lord OK the God of Israel says 这个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 我们以色列的神 他所说的话 OK 下面就是引述 耶和华神所说的话 each man strap a sword to his side 每一个人腰里面 OK 都带一把刀 OK to his side side就是你的腰间 你的两边 你左边也好 右边也好 OK strap a sword 就是要插一把刀 跨在那个地方 go back and forth through the camp OK go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是前前后后的来往 走过去走过来 走过去走过来 叫做back and forth OK back and forth 所以你们就 走到那里去 back and forth 前后前后的 走来走去 through the camp 巡逻一样 这样走来走去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从这个营地的这一头 走到那一头 来回的巡视 来回的找 然后呢 each killing his brother and friend and neighbor 因为如果已经是 属耶和华神了 都已经聚集在这里了 叫你们都带把刀 所以没有聚集在这里的 就表示他不是属耶和华神的 OK 他还在那个营地里面 在那里给金牛犊 跳舞啦 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些都是该杀的 OK 所以你们这些立位人 每个人插一把刀 到这个营地里面 来回的找 来回走来走去 然后呢 把他的什么 他们的这些兄弟呀 他们的朋友啊 他们的灵舍啊 neighbor啊 所有的其他的人 都可以杀掉了 因为他们 这些人都没有选择 耶和华神 没有站在摩西这边 the Levi's did as Moses commanded 所以这些立位人 就照着摩西的吩咐 commanded 就这样做了 OK 一人一把刀 OK 出去就杀了 and that day 就在那一天 about three thousand of the people died 所以大概就有三千人 就因此而死掉了 three thousand of the people died 好 这样就把他们都杀干净了 then Moses said 这个时候摩西就说了 you have been set apart to the Lord today 你们这些人哈 你们现在已经是分别出来了 你们跟这些人死掉的这些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 你们被had been set apart 就是说你们已经分类出来 分别出来是成圣的 OK 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的 OK so set apart 把什么东西分开来 跟那个原来杀掉的那些人 是不一样的人set apart 好 分别出来了 for you were against your own sons and brothers and he has blessed you this day OK 所以因为呢 你现在目前是攻击 你跟他的 跟你的自己的儿子啊 你的兄弟啊 这些人 你跟他们已经反目 你们跟他们已经是 不站在一条线上 不同一边的 你们选边在 你们选的是耶和华神了 所以against就有方向性 你跟他们是对立的 跟你自己的孩子 跟你的兄弟都是对立的 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耶和华 and he has blessed you this day 而耶和华神呢 今天也大大的赐福给你们 好 blessed 好 the next day OK 第二天呢 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Moses said to people 这时候摩西就跟这些 老百姓就讲了 you have committed a great sin commit 后面加sing 就是你犯了这个很大的罪 啊 你们都已经犯了一个很大的罪 犯罪的犯 那个犯 犯罪 那个动词 我们要用commit OK but now I'll go up to the Lord 你们都犯了很大的罪 但是呢 我现在要上山去 去找耶和华神 啊 我要去见耶和华 perhaps perhaps 是或者 perhaps 是没有 没有把握的啊 有可能 有可能不 我不知道 或者也许 大概 这样子 perhaps I can make atonement for your sin 我可以 为你们的罪 而做一个赎罪的动作 我要去 亲自上山 去见耶和华神 然后为你们 所犯的这个大的罪 去做一个赎罪的动作 atonement atonement OK 好 31节 So Moses went back to the Lord 哦 所以刚刚 从神那里 刚下山 现在杀了这些三千人之后 摩西又再度上山 回去找耶和华神 and said 他就说了 oh what a great thing these people have committed wow what a great thing 这是一个赞叹句 就是说 哇他们犯了如此大的罪 what a great thing OK 他们have committed 这个commit我们前面讲过 他们犯的罪 犯罪的动作叫committed they have made themselves gods of gold 他们居然给他们 自己做了一个 gods of gold 就是金的神像 金的神像 金的神像 哎呀 这些老百姓 实在是太过分了 but now 但是现在 but now please forgive their sin 求你 耶和华神 求你 原谅赦免他们的罪 我们用forget forget 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呀 but if not then blow the blot out blot me out blot out 是什么意思 blot out 是把一个东西抹掉 这上面原来写有字的 把它给抹掉 OK blot out 我们叫做blot out OK 这上面本来 写着我的名字 写着什么东西 现在把我的名字抹掉 叫blot out OK 那假如你 就说求你宽恕 赦免他们的罪 假如神 你不愿意赦免他们的话 求你呢 那么你就 把我 从这个书上 从这本册子上 你写的这本册子上 把我的名字抹掉吧 blot me out of the book you have written 你现在已经写下来的 这本册子上面 把我的名字给抹掉吧 那因为 我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所以你把我这个名字抹掉吧 这个时候神怎么说呢 神 reply the Lord replied to Moses 他就回答摩西了 whoever has sinned against me 任何一个人 他是对着我 冲着我来犯罪的 OK sing against me 跟我对立 against就是有对立的意思 他是犯罪 然后跟我对立的话 注意这个sing 过去是 他是要double in 两个in 再重复一个in 他凡是对着我来 然后来犯罪的 谁得罪了的话呢 I will blow blot out of my book 我就会把他从这个本子上 册子上 把他的名字给抹掉 那意思就是 这个不干你的事 摩西 不会把你的名字抹掉 谁如果是跟我对着干 谁如果是对着我 而犯罪的话 得罪了我 我就把他的名字给抹掉的 OK now go 好 现在你去吧 OK lead the people to the place I spoke of 把这些老百姓 引导到我告诉你的 那个地方去 OK 我告诉你的地方去 把他们带过去 and my angel will go before you 然后呢 神说他会猜猜他的天使 my angel 我的天使就会 在你前面走 那就是派天使去引路啦 well go before you however 然而呢 指示什么呢 when the time comes for me to punish when the time 这个the time 加了一个定罐词 有所指的时间 当这个时间来到 我指定的时间来到的时候 就是让我来 惩罚这些人的时候 我要 我要 惩罚他们的时候 punish 是惩罚他们 当这个该惩罚的时间来到的时候 固定的时间来到的时候 I'll punish them 我就会惩罚他们 为他们所犯的罪 而惩罚他们 I'll punish them for their sin OK 我觉得因为他们的罪 而惩罚他们的 And the Lord struck struck the people with the plague because of what they did with the calf Aaron had made OK 那么耶和华呢 struck the people with the plague 注意这个plague 有的时候我们是做 瘟疫啊 大灾难啊 什么来讲 讲好 这个struck的 现在是struck s-t-r-i-c-k OK struck什么人 with the plague 这个意思就是说 用大灾难 降在他们身上 来打击他们 意思他们前面 已经遭到大灾难了 3000个人都死掉了 宰掉了 杀掉了 right 这个就是大灾难 神之所以杀他们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这一节的最后 给你一个清楚的交代 because of what they did OK 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 跟这个金牛犊有关 with the calf Aaron had made 就是因为这个亚伦 跟他们做了 这个金牛犊的关系 所以呢 他们就遭到 这个大罪了 OK 他们就全部被杀掉了 好 我们今天讲到 这个是32章的 最后一节 35节 我们停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屏幕 交给我们的屏幕同工 另外请主持人准备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今天真的是 心里面非常明白 我们任何做所有福音 福音的工作 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戒慎恐惧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神啊 我们渴望讨你的欢喜 我们渴望我们做出来的事情 我们内心都是有喜乐 有平安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 你在前面引领着我们 这是你的平台 这是你的旨意 不是我们个人的意志 感谢神 我们要把下面的时间 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上 我们特别要为今天 今天为我们服侍的这个 Martin小老师 感谢神 他在他功课这么繁忙的情况之下 异行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他还来服侍我们 帮助我们 感谢神 渴望今天神 你赐给他大智慧 让他有爱心 有耐心 来带领我们 好好的把这个经文读清楚 来开我们的眼界 让我们每一天更加的明白 福音的道理是什么 圣经的道理是什么 感谢神 我们每一天都要在这里赞美 Hallelujah Hallelujah 赞美我们的神 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要在这里 恳求上帝的引领 能够让我们下面 福音的路 事工做得更 更清楚更明白 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归向你 耶和华神 感谢神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持人